感谢收看三个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节说 来看一下2023年的DPC联赛第一赛季西欧赛区的比赛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比赛日 由于西欧赛区的话是每天三个BOO3 所以这个赛程还是比较密的 然后今天的三场比赛比较值得看的比赛还是蛮多的 我这里把帧数关一下 好了 那现在值得看的比赛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像今天的比赛第一轮的OG对战秘密 这个就看点十足 然后在最后一轮尼克马对战TE也是看点十足 中间那场比赛的话 从看点的角度来说稍微差一点点意思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西欧赛区这些从A级联赛打上来的队伍 然后再去和一些原本就在S级联赛 但是成绩一直是有一定竞争力的队伍之间 然后会有多大的一个差距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现在西欧赛区的强队非常非常多 就我个人大概今天估算了一下 西欧赛区现在可以达到TI比赛这个强度的队伍的话呢 保底是六只 稍微放宽一点要求的话就可以达到八只 所以现在这个西欧赛区确实他的人员数量 就是选手的这个人员实力储备是真的足 然后Boom这边的话呢 一上来Secret中单Boom的这个船长呢 就看得出来他的中单队线 在基本功方面 然后他在中单的这个队线的很多 思路上面能明显看得出来是有一些缺陷的 比如这场比赛第一波兵线 他就漏了一个远程兵 而且远程兵是被流氓反补掉的 哎这里上路这两个人拼的还是比较凶啊 才看这块要稍微留神一点 对方的对方的马西是带了一个足球的啊 这块减速的一个雷给上去 然后米莎这个地方感觉是要被拍死了呀漂亮 这场比赛让苏洛帅是打了一个三号位的兽 然后保他那是Zag的炸弹人 Zag这个选手炸弹人一直就是他的绝魂英雄之一 完了刚夸完 这波就差一点点让对方拿到一个人头啊 很悬 那这场比赛OG是给尤瑞拿出了一号位的丽娜 然后中单节奏型的小小 三号位的话是放了一个电炎角手打三 小控制很多 然后呢发条加电炎角手非常强力的一个二人组 小小和电炎角手也可以搭配 莉娜这边的话呢 有队友帮他去在前面打先手 我觉得这套阵容体系还是不错的 讲道理还是不错的 这是败者组吗 昨天这两队是不是都输了 DPC联赛是积分赛制啊 没有这个败者组胜者组这个说法 周一第三轮没人搬丽娜 三场谁拿谁赢 丽娜这个英雄现在作为一个一号位来说确实很强 刚才这个刀露的真的是有点难受啊 这个不是水平问题 提前电刀的话呢 有可能会给防御塔电刀 但是不电刀的话呢 就刚才差了一点点的攻击力啊 防御塔打了个最低伤害 我估计这小黑自己也打了个最低伤害 剩一丝儿这个就有点难受了 确实是感谢来自木琴森林 老板的幸运之药金币泡糖 空气老板的四个灯牌 然后语言老板的三个地茶 谢谢各位老板开局的支持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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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他说国内DPCS级骑士战队比赛开外挂打看 这个问题我刚刚在B站上发了动态啊 我没什么看法 因为我根本就没看比赛 所以就是 这个位置本子马很聪明 这里是利用一个扇帽 断掉对手往回拉的这个动作 然后呢躲开了对方的一个水不说 还利用船长的标记回来 美滋滋的补了个刀 一块漂亮啊 BOOM这个塔房开的 BOOM这个塔房开的真的是太聪明了 再被对方想要扔回来的一瞬间 然后开起塔房保住了最后一个近战兵 这样的话防御塔呢是没有转移仇恨 继续在攻击这个近战兵 这不是操作有点溜啊 确实有点溜 这个米莎的翻条血量有点低啊 这个位置啊看一下 感觉米莎的这个翻条 这场比赛在前期保丽娜的这个工作上面来说 嗯有一定的打的感觉有点憋屈 有点憋屈 确实弄不过对方这个站的人 站的人这个英雄 我前段时间还真用了用 然后还仔细研究了一下他的一些数值 然后发现这个英雄现在确实有点强的过分 真的是有点强的过分 就是他作为一个降游位 如果你打的很好的话 然后你自己的队友这边的战线的能力又比较强的话 这个英雄真的强的力 你看冲过来 然后开始拍地板 丽娜死了 丽娜这个位置完全跑不掉 而且发条还杀不了他 最关键是发条不走 你也要死啊 发条 哎呦 这个发条 再炸一下 这波倒是不会死啊 但是这个他又自爆啊 然后杀完了以后就直接送塔 这个就是完全对炸弹人这个人不理解的人 他才会去打出来这样的一个队线 炸弹人的一技能 现在这个技能 我只能用神技两个字来去形容他 超长的一个减速时间 然后加上超强的一个伤害 再加上超短的CD和超低的蓝号 这个技能现在绝对是一个梦幻级的一个普通技能 这前期队线梦幻级普通技能 减速伤害 持续的减速 然后他作为一个带减速带伤害的技能 然后还完全没有说 因为他带有减速的效果 所以他的伤害会低一些 完全没有 他的伤害还是很高 然后他的减速时间还贼拉长 这里自爆上来 一个虫 对方这个地方是给天给了一个攻击阵 这个雷放的有一点勇失水准 发条这个位置 狂住 然后Restruction身上的拍地板技能已经到时间了 丽娜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线 下一个雷好了呀 这里再给一个技能 瘦没有躲开 那炸一下 对方身上带了一个魂类 在这波可以往回撤一撤 这波是发条和丽娜两个人 对于对方受的针对 可以说做的相当完美 尤其是优瑞那一个光击阵 给对方刹车的那个动作实在是太秀了 在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尴尬出不去了 那没了 刚刚夸完 那这波死了 这样的话 人头让发条拿到 呃 兽是踢回了下路 我们看一下这个炸弹人的装备 炸弹人的装备是一个草鞋 然后准备直接去出密法鞋的这个路线 那如果他去出密法鞋的路线的话 就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 那这样比赛 兽就不出团队装了 团队装交给这个炸弹人去出 炸弹人是可以出团队装的啊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 他可以出团队装 而且他有钱出 看看这里 队友支援过来 减速的雷放的稍微有一点点的靠前 马西过节水背回来 船长这里给上一发标记 给上一个水 哦 这个自爆位置非常完美 炸了两个人 小小这里只能是抡对方两下 毫无办法再把主张子扔出来 恶心恶心 你结果还没打着 那这样的话 中路虽然在对线期 是本刀马把boom的船长给完爆掉了 可以说是完爆掉了 但是呢 优势反而并不大 那经济上优势反而并不大 主要还是在前期 这个 有走辅助的有走方面的话 感觉没有对方坚决 而且人来的不够多 大家说讲一下 现在中国队哪只战队比较能打 中国队目前不太清楚 因为我确实 中国队的比赛看的不多 就是这个赛季 到目前为止 我只看了第一天的比赛 和第二天的一轮 第二天的一轮 我记得是 发条又火起来了 发条现在值得火呀 这种就是偏向于游走的版本 发条这种游走型的英雄 那真的是太强了 能跟发条在游走能力上面 一较高下的 应该也就只有蝙蝠骑士了 然后蝙蝠骑士 现在也很火 当比赛大哥为 Cressless这边来的是一个小黑 这里过点摔 有没有 有 扔飞来 小黑的位置有点尴尬 完了海绵开技能 然后平射 我的天 这一个锤技能 给的非常的完美 但是你跑不掉啊 海绵那边贴脸 直接冰墙 封路 老奶奶还在找机会 小小也直远上来 一个山帮带走 拍笔将 拍笔将 能走得掉吗 有一个过肩摔 把对方扔回去 但是现在过肩摔不带晕 小小上来完成双杀 物举现在好强啊 这场比赛这个 中单小小的节奏 一旦起来的话 秘密我觉得打不过的 虽然他们的下路 打得很好 现在秘密这个战队 就是他们全队 水平最高的人 只能说就是他们 三四号位 再和这个选手 和Resolution这两个人 谁能想到呢 谁能想到呢 秘密居然现在状态 最好的是一个 一个 一个 曾经的 顶级雇佣兵 顶级雇佣兵的 一号位 然后现在转去打三 然后这里又 平发山崩 然后再加老奶 大招 非常简单粗毛的 一个二人组 回头 哇但天 这个平射计的上来好高 船长这边开一个船 给自己挂一个船 标记拉回来 一个水刀 直接带走对方的DM 打完以后 小小开始跑 船长这块一个盲水 水到了对方的海民 扔一个炸弹上来 抬卡手里边 是有一个变血球 但是时间太极限了 没有来得及开出来 小小这边溜达过来以后呢 再等对方的技能结束 一个V 一个T 这个地方T 是T到了PB将 伤害差了一点不够 那尴尬了 一个水刀弹死直接 拿到人头 是PB将的 这个 马西 马西拿到这个人头 现在人头说7比7 OG是团队经纪领先1000加 船长在上路 这一波非常极限的 跟对方的互换当中呢 他自己没死 激情互换 结果船长笑到了最后 经纪直接反叉到全场第一 但是 234全是OG 另外 直接让OG的团队经纪 领先到了1000加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全是厉害 现在双方人都是平的 那小黑的经纪目前只有3000块 小黑这个英雄啊 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我个人的看法 不一定对啊 只是说 有很多观众一直在说这个事 就我个人的看法是 小黑这个英雄 其实现在他多少 有一点点 陷阱的这个感觉 这里 自爆进去 抢服 船长 给水 给船 然后炸的人的这套技能 完美 我的天哪 受这个地方冲上来 被对方一个山崩 直接刹车 海民完美冰墙 直接崩落 船长再给上一把标准 我们听到了另外一侧 丽娜的一个大招 海民变血球 滚一下 本能把他下一个技能 还在CD 感觉跑不掉了 一个水刀 直接完成收割 布姆的船长 拿到一拨双刹 丽娜在另外一侧 大招收掉了对方 炸弹人 拿到一个人头人头 来到白皮脚 团队经济差1000块不到 现在游戏时间10分30秒 现在船长的经济 仍然排在船长第一 布姆这个船长 没想到在上路和中路 两波团战打下来以后 都是笑到了最后 直接是把自己的经济 拉开了跟对方的 一点点的差距 这场比赛 打完以后 这场比赛打完以后 现在 不是打完 这波团战打完以后 上路DM这边 又是急筛到了 Cressless的小黑 就是小黑这个英雄 现在其实我觉得 他是有一点点 版本陷阱的 这个架势的 很多人都在说 说小黑这个英雄 现在作为一个圆敏 就是圆敏里边 他可以用 都在说他可以用 但是说实话 就我在给大家 我也尝试过去给大家 找小黑的这个 第一视角素材 都打得非常的艰难 就是这场比赛 不管是赢还是输 这个小黑打的 都很纠结 很难受 一个打的 无论输赢 都很纠结的英雄 他是不会成为版本答案 小小挨了一套技能 但是没死 太结实了 船长这边想借着这个水刀 想借也怪他水刀 这边没找到机会 小小给上一发山崩 然后发生碰两个 老奶的卫柄 就小小 但是船长又给了一发标记 老奶的转身 给上一枪 吓唬对手 看一下还有没有下一个技能 小小已经拿出了一个树桩子 丢出去 还想反打 这个地方 讲法很多 但是对方撤退的 还是比较坚决 丽娜那边的经济 又是再一次超过了 对方的船长 丽娜这英雄 现在刷钱刷钱 丽娜这个 如果你真的想打圆敏输出的话 这个版本 我其实只推荐 丽娜这个英雄 对于小黑这个英雄 如果你想打一个 就纯粹的圆敏大哥位 去输出的话 反正我个人觉得 你用小黑 还不如去用克林克兹 小黑需要你的队友 给你营造的这个 输出的空间要求太高了 真的是高到离谱 就过分的高了 有一点 就是远程DPS吧 或者说 咱不说圆敏 就因为丽娜不是 你会信的 就是远程DPS 这里卫柄 杂云 给枪减速 然后发条 这边再找机会 老奶奶手里头 现在是没有大招了 所以发条 应该不会动手 这场比赛 OG的这个阵容 我其实蛮喜欢的 蛮喜欢的 我喜欢那种 简单 简单 有效的组合 就比如这场比赛 我发条 开着弹幕冲击 勾上去 然后呢 在他勾上去的同时 老奶奶直接开大 勾上去以后 一个框 框住对手 再加着弹幕冲击的 一个控制 对方只要没有推推 那老奶奶的大招 少说 他得吃一半 那这个人 大概率就被直接游死了 而且这个东西成本很低 老奶奶的大招 和发条大招 CD都不长 能满很低 但是很有效 然后一直需要 等到对方有了推推以后 才能有效的 去解决对手 这个二人组 但是呢 我就算是不用发条 小小的先V 或者先T 就是两个 VT两个技能 拆开了 打控制 打一个最长时间的控制 配合老奶奶的大招 也可以 而且这个比发条 那个要更快 因为小小的VT20伤害高 他的VT打出来的伤害更高 所以秒人更快 就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操作和配合 相反 Secret这样比赛 想打赢船战的话 那 这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难 甚至我现在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们 在面对 待会儿 如果对方的小小走的是一个这种 出BKB的物理装路线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应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秘密的阵容 他对于BKB单位 是没有什么解决方案的 他没有解决方案 你只能是寄希望于 我撑到25级 对吧 我兽这边 撑到25级 这个锤无视技能免疫 但对方这个阵容不是啊 对方这个阵容 小小这边 直接一个VT二连打一套 他提醒 这个卫柄 第一时间没有V上去 第二时间给的还行 馆长的这个船 给的非常好 海平雪橇换三个 再加一个甩 完美团 米娜支援过来后 先杀对手的一个小炸弹 炸弹带走 然后这个人往回撤下 船长BKB第一波 打得非常不错啊 这是完成了一个二换三 炸弹人拿到了双杀 本脏马击杀掉对手的炸弹 然后 团队经济这波趁势 是完成了一个反超 但是这个反超的主要来源是炸弹人 至于炸弹人为什么有钱 大家看炸弹人的这个补刀数就知道了 炸弹的补刀数 现在是小黑的一半 炸弹他的 他的这个雷 近战距范围内 150范围内伤害是400 年性炸弹的伤害可以高达360 他可以直接一个年性炸弹 加上一个这个感应地雷 就清线了 所以他路过野怪 或者路过线的时候 他只要买两个雷就可以清 非常简单 小小过来直接揹 然后往回撤 对方现在是没有BKB的 哎尴尬了 哎呦 这一波配合尴尬了呀 小小这里想给对方扔过来 结果没有想到对方拍屁枪往回跳了一下 而投掷的这个单位是会跟着对方走的 跟着对象的目标位置走的 八条这关打第二波 但是这一波有点不理智了 小小能跟上来吗 可以 跳刀VT20秒掉 海民跟上来以后直接一个选球撞 再加一大拳道 老奶奶喂柄 这个老奶奶玩的真好 看一下自己的队友回头一枪 Restusion这里也攥住对方 发头 穿奔地板三下 再加一瓶雷 发球临死 打的一直拖到了小小第二波VTCT串好 真的是太舒服了 这样的话 只靠着炸弹人的经济领先对手 这个不健康啊 对于团队的经济来说不健康 而且大家能看得出来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秘密里边想打赢团战 他会打的非常的纠结 他特别难 就是所有的技能 他要形成一个匪夷所思的完美配合 他才能够好打赢这个团战 但是OG不需要 OG这个阵容都特别简单 你看我第一波 小小VT加老奶奶大招空了 对吧 我空了 没打着 没打着等于浪费了老奶奶大招 加小小一次VT 而且小小还被打掉了很多血量 但是没事 没事 我下一波发条再勾上去 然后小小再上去 我再VT二连一套 打完这一套以后呢 我就打死你一个人吧 你这边又过来反打 没事 因为过一会儿我又有一套 他就是这种特别简单粗暴 有效的这种小技能数量贼多 还能形成很好的combo 就打得让秘密这边很难受 就秘密这边他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特别简单快速有效的一个让这手减圆的办法 诺白了小小技能不值钱呗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就是小小技能不值钱 然后发条的技能也不值钱 老奶奶这边 而且这套比赛DM的老奶奶 他每次的评射和卫柄这两个技能 到现在为止释放的 只能说是教科书级别的 真的就是你写教材 然后在试玩模式里能做出来 他这样的一个操作差不多是 他这个真的打得太好了 DM的老奶奶 而且老奶奶他走的是个团队装路线 他是一个完全靠技能输出 然后走团队装路线 让自己全期都有用的这么一个节奏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放4号位和5号位 这两个人不用出团队装 他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去做一场比赛 有针对性的装备 比如针对对方的小黑 我可以做绿杖 针对对方的小黑 我可以出天堂 针对对方的这个 这个船长 什么包括还有这个兽之类的英雄 我可以出推推 等等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出 团队装的任务完全交给DM的 DM角手处理就可以了 他说这版本远程大哥 如果小黑不行 水枪火枪跟水人推荐嘛 就如果你一定要用圆敏的话 一定要用圆敏的话 火枪和水人 我反正觉得都比小黑好 因为火枪他的优点是 火枪自带双位移啊 一般来说你跟小黑 你们两个人都要出大推推 火枪多个魔精 你知道吧 火枪多一个魔精 所以他自带双位移 小黑打谁的时候可以用 小黑去打美度杀 或者打TB 或者是打这个水人的时候 他打这三个英雄的时候 你选小黑出来 他是有道理的 他是有道理的 人家就是想给你秀一下皮肤 然后欺负我没有呗 欺负我没有呗 好 看一下这个小小的位置 到这里直接跳走 刀台什么时候能出个花核战 出个花核战 然后每每每每个月 有个花核战 再出个反场皮肤 那多好呀 看到这波兽直接突过来 没撞到呢 这样啊 DM的老奶奶 给滋滋的直接撤回去了 鹏粪过于 发条这波先手 老奶奶大招来了 直接秒掉一个 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个时候 你在上来的时候 我小小就已经准备好了 你稍微一个不留神 我小小就是一个VT2点 这一波的话是忍住了 秘密这几个人忍住了 没有第一时间上 没有漏给对方小小 任何的机会 这样的话 OG这哥几个选择过来 两路山 看到了你这兽的BKB 是开过了 而且你兽的第一轮技能放过 船长呢 BKB虽然还在 但是呢 现在四打四我不需你 对吧 我不需你 我莉娜现在已经可以 在正面提供输出了 但是你小黑差点 哎呀 这就承担复杂了嘛 我还没说 他出个技型 能让你抽卡呢 现在又多了一个云图 云图叫什么来着 这成分就更复杂了 我跟你们讲 甚至这个赛季 还在玩王者 对 云图的标准行动 甚至现在还在玩 王者荣耀 最近还在上分 你这玩 对啊 云图计划呀 DM的 DN角手 这样比赛 经济真好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DN角手的经济 好 这是自己实大实的水平打出来的 老奶奶这个英雄 发掉这个咸手 勾上来 勾上来以后 丽娜这边选择直接开BKB 顶掉对方第一波技能 优雷这边没有虚伤Buff 好看啊 身上明显没Buff 攻击速度超级慢 海明是不怕穿长的 你标记我待会我就变雪球呗 对吧 我变雪球就完了 你这个变雪球 这边吃掉了对方 第一轮所有的技能 克里斯拉斯的状态有点残 小小离的战场太远了 那这波打不了 这波海明没有来得及变雪球 是没CD吗 我们刚才这个OB变雪球 切到海明身上 雪球CD是吧 那就应该是在CD 因为刚才从他那个走位来看的话 如果他想给雪球的话 在被标记的那一瞬间 他就应该直接站在标记的附近 没有必要跑得更远了 那现在是如日老板的粉色灯牌 稻草八比的人气票 这个爆发第一时间 两个人爆发不够 莉娜过来补了一发伤害 nice完成击杀 感谢大叔叔22老板的小花花 各位老板的小花花 还有爱赛宝 孤独拥机的牛蛙 海德公园 收备出我老板的人气票 谢谢各位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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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敏盒 其实不好用的一个核心原因 还是 就是 哎 小小这边给上一个VT 然后T没T出来 哎 比时间到这 人出光那么不需要了 直接BKB开起来 开始钢 哎 大条 这关被小黑卡一下视角 呃视角 nice 卡住了 浪费时间 浪费的很成功 转身一个勾 然后齿轮绷走 莉娜上来 开始给伤害 但是莉娜的位置不太好 被对方的船长的船 直接扑上来 想要再给上一个VT 秒掉对手 爬屁 船长这边有点打不动 这个莉娜 他现在 还面对完美冰枪 截住了小黑 小黑被点死了 还剩下一个船长 船长这边打不过了 这真的打不过 这 他们的这个阵容 要求的配合 实在是太复杂了 真的太复杂了 伤害方面 其实这波团战 你说他们输出低吗 不低 但是他们的伤害就是 他要求的配合很复杂 很难形成有效的致死 再加上他们这场比赛 三号位出的是BKB 四五号位 现在是没有钱 去除这个大鞋的 而对方这波 是有一个未知竞甲的 颠绝手 这边扔上了一个雷 大鞋这波的低血保护 是真的厉害 小黑这个英雄 他不是说 怎么说呢 这个不是玩家的问题 因为这场比赛 小小非常的聪明 你知道吗 他非常的聪明 他出完了跳刀 连击刀以后 他直接做的BKB 因为他肉也 打眼一看 对面没有能够 对BKB有效的单位 那我挑刀连击刀以后 出一个BKB 直接贴你大哥的脸 你就是一点折都没有 八条 这边勾过来 再加上一个复领锁 对手的 留住两个人 海底血球 接的完美 一圈轮飞 漂亮 另外一侧 这块对方的炸的人 是依靠一个 超远距离的刺爆 往回撤一下 再买一颗雷 炸 这个赵明火箭 立那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 完成击杀 红机长 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简直是太舒服了 真的太舒服了 节奏型中单 可以转大哥 然后大哥为的 丽娜无解肥 一个发条 四处游走 海明这样比赛 有效限制住 对方的一个走位 整个阵容 拿得太舒服 打得也太舒服了 然后这边 这个海明过来以后 一拳轮飞 然后呢 齿轮 给你们谈到 海明这个地方 立成自己的冰枪 截一下 对方的兽过来以后 两个人还要再去杀一下 这个海明 但是你BKB没了 小小这个地方 手上应该是 不打算去了 看了一下 这个位置 应该不打算去了 丽娜的位置 离的不是太远 但是第一时间 并不能赶回去 如果丽娜手上 有个跳刀的话 就不是去了 哦这个卫饼位 这个卫饼位的 好家伙 看看这个不灵锁 捆住 八条 这个位置应该是走不掉了 被对方的小黑 直接A死了 老奶奶开大 想做一下掩护 但是太晚了一点点 想要这块 丢出一个树桩子 直接跳过来 给上VT 那么再加上 丽娜的一顿平A 完成了 击杀 尤瑞拿到一个双杀以后 老奶奶这里 再给上一个飞饼 兽之力 攥住了尤瑞 尤瑞直接一个推推往回走 又是一个护饼锁 老奶奶一顿 荼毒对方 S路真的受死了 是 呃 逃 本子马的这个BKB 我怎么感觉验货了 BKB验货了呀 本子马 本子马 痛快 本子马 我感觉他这个验货了呢 这个 哦 没有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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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没看见 那个船长的标记 我的我的我的 他是拿这个顶标记 完了 这小黑又没了 这小黑又没了 我刚才没有看到船长的标记 这不怪我 啊 刚才老奶奶的那个卫兵 躲突那一下 真的是太溜了 小小这边又是直接一个投掷 然后加山猫 步运气不错 居然让他开出来了BKB呀 这波 海铭再给一个冰墙 截住 完了 BKB要到时间了 这里再给一个装飞火箭 老奶奶的第一波 技能兵没有中 海铭一个人冲上去 回到M 跳刀在CD 有点尴尬 队友能不能救一下 小小跳着地 给一个投掷 把他救下来吗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波小小不上去了吗 小小选择失去VT2连秒人了 他没有选择救队友 我以为这波他 他刚才我跟大家说 我刚才设想的是什么场景啊 我刚才设想的是 他跳出来 给这人群里一个V 然后T 把海民扔回来 然后这个时候走到这 老奶奶给一个卫兵 把他也救下来 结果本子马表示 救队友不如杀对面 对吧 我让你跟对面一换一 这波雪转 这波雪转 他说Nisha去哪了 Nisha在Liquid 当然液体 A仗发条 A仗发条的照明火箭又来了 小小A仗了 那这样带走 然后这边小K又是被对方留住 直接顺着 你看这太简 真的太简 哎呀 这种简单有效的这种 用着就是舒服 真的太舒服了 没有技巧 没有技巧 这里再扔回来 找树 对 找树林 然后等一下对方的这个插水 插水完事了吧 那该我表演了 树桩的连接 直接丽娜直接A死了 五人团灭 GG 记了吧 这还不记吗 这没必要脱了 这没必要脱了呀 这完全不是一个 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水平了 没有技巧 全是树枝 全是效果 没有技巧 要啥技巧 T2就VT2连扔树桩子 后边迫击炮一开 对面就逮谁秒谁 大条这边勾上就框住了 后边迫击炮一开 框谁谁死 海民变血球 大拳斗轮飞一个 后边迫击炮一开 看谁谁谁被秒 你这根本就没有技巧 不需要技巧 技巧是什么 技巧就不能当饭吃 对不对 简单粗暴就完事了 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 有看点 今天最后一轮比赛是 妮格玛打TE 新科TI冠军 去迎战妮格玛的挑战 妮格玛一号位 Miracle换成了ATF 正好我们看看 一号位ATF怎么样 一号位ATF 我给大家找他的第一视角的时候 总结了一下 就是技术没问题 天赋绝对有 就是英雄池不太行 因为他的游戏 时长可能还是不够 就是一号位 能够去上到比赛当中 跟他直接打三号位的问题一样 能够上比赛的这个 一号位英雄池可能不太深 但是也够用吧 有四五个五六个 差不多够用 但是那场比赛的开始时间 是凌晨四点 就是最早最早 最早是凌晨四点 奇迹哥呢 回答了 奇迹休息 奇迹去养身体 如果只想看 T1和 尼卡玛那场比赛的朋友 其实现在是可以去睡觉的 因为现在刚晚上十一点 你现在去睡觉 睡一觉起来 睡五个小时吧 睡五个小时起来 然后呢 正好看那场比赛 也比较合适 一姐作为圆敏 现在能拿吗 大叔不推荐 现在不推荐 那尼卡玛中单还是跳跳吗 对 是的 那个 现在准备 这个睡觉 然后一会儿看尼卡玛比赛的 观众们先把 先把票买了 先把票买了 我估计你们八成大概率 一会儿起不来 先把票买了 你们再去睡 要不一会儿 你们知道 你们这 不买票 然后也不来 我都替你们不好意思 大叔现在有什么 能推荐的酱油吗 推荐的酱油 炸点人 蓝胖子 呃 八条 大树 这些 他说拉比克需要出大根吗 有钱谁都可以出大根 有梦想 谁都了不起 你知道吗 看见尤瑞 哎呦 这个卫柄 这个卫柄 两个人这个配合 丽娜身上甚至出了一个强席啊 用来打对方的小飞 这真的是太离谱了 强席这个东西 用来打船长和打小飞 都非常好用 这块直接定住 接一个技能 船长 这块开船 但是小小树桩的连制扔过来了 对方现在身上挂着船油 还是扛不住 收到这里 攥住对方的丽娜 丽娜留着地 手里边还是有一个肉扇盾的 这里先A一波 我们上了一点点血 看我一竖章子 走你 直接带走 转身又是一个树木连制 对方小黑 BKB加推推撤一下 那小小跟上来 再加丽娜的输出 完整击杀 这样的话 秘密打出了GG 恭喜OG 在双方B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是顺利拿下 这场比赛整个过程 我觉得还是蛮精彩的吧 应该说 过程上绝对不无聊啊 看着非常的过瘾 而且两支队伍其实在 把自己该发挥的东西都发挥出来了 我觉得现在秘密的BP 有点不太合理 秘密真的有点给自己 过于的提高难度了 现在秘密的这些人员的配置 他拿这样的一套阵容体系 其实还是在拿着上个版本的 中单妮莎大鸽尾马桶 然后那三号位再昧的那一套阵容体系 这样去拿阵容 这个 有点难 其实我倒是觉得 现在的这支秘密 可以考虑去换一个思路 换一个什么思路呢 就是让布姆去打工具人 纯工具人 然后呢 一三作为主输出点 然后就是三号位 不要再去给Resolution拿树这种英雄 这种英雄输出太不稳定了 你给他一些比较可靠的输出三号位 比如说什么亚龙啊 什么电棍啊 等等之类的 就是这种能转C的三号位 交给他去打 然后再加一号的Chris S 打一个甲二号位 尾中尾尾二号位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这个经济和整个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因为从目前秘密的阵容状态来说的话 明显Resolution是这个队伍里面 状态最好的一个点 而且两个辅助位Zayak 也是要比PiPJ的状态更舒服一点 好了 这期节目就给大家先录到这里 咱们稍稍休息一会儿 带来的是双方DO3的第二场比赛